说100-1等于0,所有人都笑了 马云在黑板上做了四道题 3加3等于6,6加6等于12,8加8等于16,9加9等于19 人们纷纷说,马总错了一道题 马云慢慢的说,是的,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道题是算错了 可是我前面算对了三道题,为什么没人夸我呢? 而你只看到我算错的那道题呢 做人也是一样,你对他十字好,也许他忘记了 只要有一次不顺心,或许就抹杀了所有的好 这就是100-1等于0的道理 生活中这种现象还少吗? 值得人人去反思 不要高攀有钱人,因为你花不到他们的钱 也不要看不起穷人,因为他们不靠你生存 不要去巴结有钱人,因为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帮助你 也不要去奉承得意的人,因为你不入他们的眼 我只相信跌倒时,扶我起来的恩人 在我一无所有时,对我不离不弃的爱人 真正的朋友不会天然蜜语 而真正的小人才会虚情假意 人生苦短,何必虚伪? 人可以不识字,但不能不识人 女孩子把吃饭的钱花在脸上 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 自言有男孩子请你吃饭 男孩子如果把撩妹的时间花在事业上 等你事业有成,有车有房有存款 自言有很多漂亮的妹子来撩你 老板如果让员工赚得盆满钵满,负得流油 自言会有更多的员工跑来帮你赚更多的钱 这就好比你去追一匹骏马 不如回头去种草 等你拥有了一片草原,你还缺骏马吗? 如果你想钓鱼,又不想下耳 你想要牛干活,又不想给牛吃草 兄弟,地球是你家的吗?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请不要心里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思考不换位,一切都白费